做泡椒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简单的 不用加水也不用泡菜坛子 只需要几个矿泉水平 就能轻松搞定的江西泡辣椒 这个泡辣椒也是去年跟我丈母娘学的 老板说特别的好吃 所以今年单独再做一点 选辣椒一定要选这种小根小根的 并且红红的 等一会儿瓶子里面才好装 这个老板怕我洗不干净 跑过来一根一根的在这里慢慢的搓 中的菜鱼都不懂 洗干净后放到薄根上 哈开哈开的 放到这外面晒过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 晒到那种我们四川说的二干二干的就可以了 海椒晒烟过后 老板说把爸爸给他煎的 下面叫老板来做 我还怕坐翻车子一会儿 就这样子给它软 用烟软 一斤还浇多少盐 没有固定的哈 反正就是软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没有临时吃的时候 这种辣椒放在那个盆子里面 到了下午 就要去拿几个来吃 软这个力度也要掌握好 也不能太重 太重的话这个辣椒要拿碎 太轻的又软不到 拿着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哈 扁扁的粘粘的就好了 装瓶的时候这个盐还要稍微给它口一下 一定要矿泉水瓶吗 其他的玻璃瓶那些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呀 矿泉水瓶主要是经济实惠 用起来还很对 这个辣椒装瓶就已经装好了哈 但是看成果的话 还要半个月以后我们来看成果 看看到底是四川的那种土坛泡菜 那个泡的辣椒更好 还是这种泡出来更安逸哈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其实应该原理和那个泡 泡那个泡菜是差不多的 都是用盐嘛 对用盐 之前腌制的泡椒已经全部好了 这个小孩子在这里拿着玩 近距离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辣椒 下面已经腌出了水 并且都变软了 这样腌制的泡椒也是很漂亮的 每一个都是红红的软软的 我们来做点菜尝一下看味道怎么样 切一下再来宰碎 今天做个江西菜给老板吃哈 泡椒炒磨绿 来点蒜放到一起 磨鱼切条 切好的磨鱼下锅先焯水 来上一勺盐 焯开过后就可以先露出来控水了 另起锅下纯菜籽油稍微多一点油 先炒辣椒和蒜 炒香出色过后把磨鱼倒进去 老板一二再在二三的冰中 我要多放一点油 所以大家看起来可能油会有点多 盐 糖 鸡精 大油两分钟过后来上一点醋 蒜面 关火 出锅 今天我们的江西泡椒就算煮好了哈 不用水也不用毯子 非常的简单 人人人都能够学着肺的泡椒 用来烧磨鱼炒鸭子这些都是挺好吃的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 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 沧海有多过江湖有多深 去与众人才了解 生命开始情无情愿 总要过晚一生 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 去与众人才了解